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旺世界 在我国有各种美味的小吃 吸引了很多外来游客前来品尝 一个简单的食材就可以做出很多花样 味道也各不相同 但是说起吃美食来 我们在某一方面也不得不佩服日本人 他们对于海鲜有一种特别的痴迷 而且很讲究新鲜 在日本很多人认为生吃海鲜 才能够保留食物原本的味道 吃的才是最新鲜的 生吃三文鱼就是从日本流传过来的 虽然有不少的小伙伴接受不了这种食用方法 但是依旧有很多的朋友表示 不知道该如何下嘴 继生吃三文鱼之后 现在在日本又研制出了一种特制铁板虾的做法 将一只个头比较大的虾切掉腿之后 直接按在铁板之上 只见大虾因为感觉灼伤感太强 不断地想要跳动着挣扎 工作人员就将一个特制的锅盖将它盖住 之后放一些油再继续盖上 不一会儿这只虾也就被油制成熟了 成熟之后工作人员用刀具熟练地将虾头虾尾去除掉 将虾皮包干净切成几段 再配上一些鲜菜和其他的配料 一道新鲜的铁板虾就完成了 看着还是很有食欲的 虽然说这个铁板虾的味道我们不知道怎么样 但是可以体会到虾是经历了怎样的痛苦 这样的做法对于他们来说简直就是一个酷刑啊 好了今天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和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